本期改造你不容错过 这可是进口倒霉蛋 本间贵使的梦该处你座位 微托人老孙夫妇生了三个孩子 加上来帮忙奶孩子的爷爷奶奶 一家七口三代同堂 挤在上海浦东43平米的房子里 妈妈一次又抱双份儿小孩 家里已经落案成了一锅粥了 上厕所还要拿号排队 那人能等 好你给他等不了啊 勘查房屋时本间发现 孙家位于小区三楼的正中间 上下左右都是邻居 厨房和客厅靠近公公过道 平时炒个菜 路过的邻居都能来评个 鲜蛋 这家只有一个卧室 爷爷奶奶当厅长 夫妻俩则带着三个孩子 积一张床 除了睡觉 吃饭也够呛 椅子被拿去当了护栏 一家子只能站着干饭 孙爸也是压力山大 时常睡不好觉 只能一个人在阳台上默默加班 想办法维持家庭开销 当问到改造要求时 老孙想要个办公区 三个孩子要有独立空间 然后 客厅大点 厨房大点 衣食大点 储物多点 花钱少点 本间绷不住了 你自己听听 这何必吗 为了更全面了解房屋状况 本间先后带着团队 五次上门 对房子的墙体结构 管道设施 空气质量 和水质进行检测 得出的结论是 因为房子 采光通风差 导致室内的PM2.5 比室外还超飘 难怪大娃总是莫名其妙的咳嗽 另外房子的墙 基本都是承重墙 房子隔绝 全都不能动 这 这还改个等啊 好在本间也不是吃素的 我一级建筑师迪斯内 五坪住五人 平一别墅都不在华下 四十三坪住七人 撒撒随啦 本间用仪器探测钢筋 这样管道打控时 就能精准避开钢筋的位置 与此同时 本间眼尖的发现 前任房主 由于不喜欢房门正对大门 将房门进行过一位 因此本间对房子的格局 进行了微调 第一步就是将房门归位 扩大了卫生间和厨房的面积 接着将卫生间 做了四个独立的功能分区 第二步将客厅和卧室对调 让孩子的活动空间 在朝阳的客厅 方案确定后 现场开始施工 本间做事非常细心 现场工人的帽子上 都标注了姓名工种血型 如有意外发生 送到医院 能马上知道血型 方便急救设计师 真是个贴心小宝贝 空间布局上 本间掏出压箱底的设计秘籍 用传统母笋 和现代五金剑相结合 设计出一个魔方椅 原始状态 是由储物功能的凳子 两把拼在一起 就是婴儿床 三把拼成一套沙发 六把就能组合成一张 睡觉的床 设计起来复杂 制作起来更加复杂 本间前后跑了四家家居厂 才生产出实体 算就说能不能上个小黄车连接 为了改造室内的空气质量 设计师在全屋 安装了新风系统 地面也铺设了地暖 孩子可以光叫在家奔跑 卧室的设计 也参考了日本的胶囊旅馆 来实现空间的重叠和兼用 每个小隔间分为上下两层 一层做卧室 二层做学习空间 或者一层用来储物 二层做卧室 也可以两层都用来睡觉 每个胶囊房的钢架上 都设置了新风系统 用方形灯模拟自然光 本间还定制了一系列的橱柜和家具 让这个43平米的家 橱面积就达25平米 历时三个月改造完成 新家以白色为主色调 从世界上延展了空间 玄关的大鞋柜 容量充足 鞋子目测能放个100双 厨房简洁明亮 动线流畅 平平观观都有自己的容身之处 高处的柜体设置了拉篮 下层的柜体也是推拉式的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灵活的水槽设计 弥补了操作区域的面积 厨房的玻璃做了磨砂处理 炒菜是吗 再也不用跟邻居汇报了 厨房墙面有个显示屏 可以看到在客厅玩耍的孩子 新的卫生间是三分离设计 洗漱台可供两人同时使用 如厕缺 是独立的 和洗漱洗澡互不影响 最里面的淋浴房 配有世老扶手和座域 方便老人使用 系列台配有孩子用的小板凳 方便小孩洗漱 卫生间扩大 最高兴的是爸爸 毕竟男人平均 在厕所待的时间 是女人的三倍 南边的客厅将阳台纳入 整个空间明媚舒适 软妆风格 同趣温馨 像是来到了儿童乐园 让人心情愉悦 室内大面积的白色 极大地改善了室内的采光 孙爸爸终于有了一个 像模像样的办公区 以后可以一边加班 一边督促孩子写作业 阳台另一侧是洗衣区 以后洗衣晾晒 一步到位 客厅有一面呼吸砖 环保又美观 另一面是通顶储物柜 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十二把模仿仪 可以愿意组合 既可以是储物空间 又可以是靠北沙发 还可以是婴儿床 餐桌仪 柜子下方的区域 可以把椅子隐藏起来 给孩子倒腾出一片 玩耍场地 原来的客厅被胶囊房取代 三个不同的上下层隔间 可以根据实际使用需求 调整布局 每个胶囊房都配有新风系统 出风管道 还是孩子们的两衣杆 如果家里人口再增加 六间胶囊房都可以变成床铺 一岁的宝宝还不能独自睡觉 两个胶囊房可以打开合并成一个 以后爸爸打呼 自带3D立体回音效果 爷奶奶可以睡胶囊房 也可以继续当庭长 六把模仿仪拼拼拼拼 就拼成了一张床 最后本间送上了自己亲手做的宝宝椅 并且附赠一本家具使用说明书 整得就挺高级 小村一家则回赠一副 奶奶绣了一年半的吉祥富贵 本间表示 回去就把它挂在办公室里 OK 本次改造共花费 34.4万 100分满分的话 这个设计 你打多少分呢